我們延續上一週 各位呢我們介紹過的關鍵一個 對不對 動畫五大要素還有什麼預覽 那比較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怎麼做這個Parent的屬性 那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檔案這邊 好這裡面不是有一個影片檔嗎 所以呢我們希望說這個影片 假設像我放在這裡 我把它丟進來 我先丟進來調整大小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上次有講過 如果調整大小的時候 要先按住Shift的還是後按去的 蛤 我們好像有講過這個問題吧 有嘛對不對 我不要再叫人家上來了 我自己來解決就好了 你記得在AE跟我們的Photoshop不一樣 Photoshop平常我們都是先按Shift再拖曳 這邊的話是先拖曳 再怎麼樣 按住Shift 這樣就等比例了 一定要特別留意一下 不然你會覺得奇怪為甚麼不行 不是他不行 是操作方式跟各位習慣的不同 當然其實你也可以從左下調整 各位不要忘記 我們這邊有沒有一個叫做Scale 說棒啊 你也可以從這裡直接脫曳 是像意思一樣 可是 如果能夠更視覺化 當然我們就盡量視覺化 好 我就丟到這邊來 那麼至於大小啦 你可以自己再調整 它原則上是以這個為中心點 所以它會從左右邊縮進來 當你縮棒的時候 有沒有從上下一起縮 對不對 會以這個 叫做Anker Point 這個 好 我大約是這樣子就好 那現在呢 我們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剛剛針對這個影片 應該說這個 下面這張報紙 有做動畫的話 它做它的 這個會不會跟著它動 不會 所以我希望它能夠跟著一起動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找到 我們現在這個影片 正當Parent的這個屬性 就是在右手邊 好 在時間軸的右手邊 會有叫Parent的這個欄位 那你用這個豬尾巴 好 這個一般都稱作豬尾巴 把它拉拉拉拉拉 過去看你要對比誰 那它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它 會影響到我們剛剛五大要素裡面的 其中四個 只有一個不會 就是透明度 也就是說 當我在調整它的透明度的時候 報紙的透明度 我們的影片不會受到影響 其他的 包括你在移動啊 旋轉啊 縮棒 都會受到什麼 受到這個 鋪成的影響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看 我先把它連起來 你看我們的後面 後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注意吧 有對不對 我先把這個關起來 好 我的這個是影片 拉著它 拉拉拉拉拉拉拉 拉到這裡來 好 這樣是最單純的 那如果你覺得不想這樣子 你也可以從旁邊這裡 直接指定是哪一個圖層 這樣也是OK 這樣也是可以 好 記得就是拉過去 到它亮起來之後放開 這樣就完成了指定 所以呢 我現在只要針對下面這一張 欸 抱歉 丟錯張了 應該是要丟這一張 我把它放在一起 好了齁 調整圖層出去 我現在針對這一張 有沒有 這兩個在一起 所以我現在呢 針對下面這張報紙 我們先拉動它一下 有沒有這個跟著走 對不對 好 如果你想要從外面進來 我們就先把它拉到外面去 你只要移到 就是我們的 製作影片的大小之外 它就會變成只有壞的話 你就看不出它原本的那張圖片 好 如果我希望在這邊 位置上 做一個改變 然後呢 希望做一個旋轉 希望做一個縮棒 你可以一次做三個 我們講過這五大要素 都是獨立的 但是如果你以後 比較熟悉的時候 其實可以像這樣 一次就做三個 好 那馬鈕都開了嘛 就一起做 但是如果你剛開始 你覺得我 擔心不熟悉 沒關係 就特別打開就好 也可以 那我現在呢 有了 這裡我已經有三個關鍵可能 對不對 我就往後退 好 到了兩秒鐘之後 我希望它已經過來 放大一下 我就找縮棒 你可以從這裡縮棒也可以 是不是都OK 對不對 那在這邊呢 如果你想要 像我的透明度 我在這邊 我希望它還是維持百分之百就好 透明度 我沒做到 沒關係 等一下再做好了 旋轉 我先幫它架一下 轉個一圈 前面是一圈 所以我們看一下 邊移動 邊旋轉 裡面邊放大 這樣子就有了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簡單的拉動一下 那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上次也有提到 預覽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會出現這樣子 有可能 因為你用手動的 或者是影片啊 還是這個素材 加的特效比較複雜 就有可能會出現 類似像像馬賽克的時候 你要預覽 用右手邊這個 會是比較正常的版本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今天稍微試看看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豬尾巴 拿過去 連接好 那如果你要取消怎麼辦 就跟它講 那 它就知道 這條線要切斷 斷絕腹指揮器有沒有 從此以後 你走你的陽關道 它走它的獨木橋 互相反而 這樣會不會用的 那我剛剛講 只有一個地方 不一樣 就是透明度 透明度的地方 透明度它是不會受到 我們剛剛這個 Parent 的影響 所以如果你要做透明度的變化 以各位現在來講 因為你們還沒有學過 黑衣的程式 所以呢 就只能怎麼樣 他也做一個 然後呢 他也做一個 這樣會的嗎 所以 讓各位先稍微試看看囉 好不好